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了新加坡新生代父母想要为孩子与自己留下美丽回忆的厌食上 嗨 您好 世界上这么多主题为什么你会选择为新生宝宝拍照呢 而且呢 是那些刚出生北极天的婴儿 新生物的照片是一张最搅长的 因为要做的就是要保护一个新生物 这种编程是只剩下两个月的生活 郭伯伯哪里可能会让你一个没有满月的宝宝就你来拍照 他们一定不可能吗 那怎么办 基本上,父母也沒有看過拍攝 所以他們是一個新的概念 我們嘗試解釋一下 你所努力的記憶 就是保持記憶體 基本上會放鬆他們 也會教導他們的孩子 告訴他們他們 但我很好奇,你是爸爸嗎? 是啊 我們都是同道中人耶 老男人 喂! 那你看啊 我們都知道 剛出世的寶寶是很難預設 比如說要喝奶,換尿布等等 那你怎樣去克服呢? 其實,新生的挑戰是 他們要帶著他們的東西 然後就要舒服 所以你只需要給他們 給他們的東西 然後給他們的東西 哇! 進學真的是一個高手耶 馬上瞧瞧Hart怎麼駕馭這些新生寶寶吧 雖然寶寶已經吃飽喝足 可是雙眼依舊炯炯有神 Hart一眼就知道寶寶還沒準備好 今天的拍攝狀況頻頻 Hart只能見機行事 看似優雅的工作 原來需要極大的耐性跟堅持 哇! 這裡很熱耶 鼻涕不熱咧 聞到你有沒有看到 鼻涕沒有穿衣服咩 她很擔心她會冷到啊 所以那個溫度不能跳太低 其實我發現 Hart能要真的比寶寶更了解鼻涕耶 你看她放鼻涕的方式 還有跟鼻涕相處的情形 她的工作呢 我覺得比一般攝影師的還要吃力耶 就因為這個樣子 那些公公婆婆 爸爸媽媽媽還有寶寶 很放心把鼻涕交給她 來 經過汗流夹背的一個早上 Hart難得捕捉到寶寶 睜開雙眼的可愛表情 也算是意外的收穫吧 主持人也來插花趁機拍一張 根據Hart的建議 寶寶出事的頭兩個星期 還保留母體裡的睡姿 可是到了第三個星期 他們會瞬間成長 變得比較難控制 經常哭鬧 第四個星期 寶寶會開始伸展四肢 慢慢脫離新生兒的姿勢 所以想要留住寶寶 輔出娘胎的原始感覺 最好在出生後的第五天到第十天 拍攝專輯